老牛建议如果不想承受股价像弹幕神一样 投资ETF来降低波动 相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今天老牛就为大家带来 四档热门高息ESG ETF的介绍吧 有一个产业竟然同时出现在 这四档ETF的前三大产业当中 甚至还是独占牢头呢 恭喜你答对了 就是我们台湾最长产业 所以说上述的四档ESG高息ETF 在今年当中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甚至年化配息率都有8%以上 还有突破%的天际线出现 今年台股波动剧烈 想必让大家有些不安 8月5号单日下差1807点 创下台股史上单日最大跌点 接着又看到股市拉回去 回涨2000点 如果没有建立正确投资心态 真的会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老牛建议如果不想承受股价像大陆神一样 投资ETF来降低波动 相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终老牛的伙伴们应该对ETF都有些了解 不过你们知道ETF其实也有分类吗 不只是债券型 市值型 高股息 老牛今天就深入介绍其中一个类别 ESG ETF 先来说明ESG的简写 ESG分别代表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强调企业的永续发展能力 简单来说 ESG就是评估一家公司 在环境 社会 治理 三个方面的表现 而ESG ETF的选股标的 会符合永续发展的指标 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因为产业的变迁 或是结构改变导致于大幅下跌的投资风险 那今天老牛就为大家带来 四档热门高息ESG ETF的介绍吧 一般来说只要ETF名称当中 有ESG或永续等字眼 即是强调其含有ESG的筛选条件 老牛今天要介绍的四档ESG高息ETF 分别是 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 受益人数高达138万人 基金规模超过2800亿元 已经超越元大高股息0056 堪称是国民最爱ETF 永锋ESG低碳高息00930 00930是老牛介绍过的ETF 碳税ESG高息 双月配息机制可以灵活搭配 照风永续高息等权00932 结合市值动能因子 现金股力及财务稳定度等筛选指标 最特别的是财等权重机制 也就是各股权重相同 风险分散 台新永续高息中小00936 以永续经营为目标 高股息且持续获利中的中小型企业 其实就是看上中小型股的股价动能 老牛先来带大家看看他们的基本资料 其中00878作为资深学长 已经成立4年多了 00930也在7月时上市满一年 需要注意的是 这4档ETF配息制度有所不同 00936是月配息 00930是双月配 00878以及00932则是继配息 伙伴们如果想要每月都能扔到股息 就需要注意配息制度 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哦 老牛那这4档ETF都有符合ESG吗? 不同的选股条件 也会得到不同的投资标的 就像电脑选出来的土豆 也会比较大颗 前面有提到ESG ETF的选股标的 必须符合ESG永续发展的条件 像是00878的选股标的 必须符合ESG评鉴 参考过去三年平均值利率最高的股票 并且选出30档作为成分股 00930则是综合考量了企业碳排量 并结合台湾永续评鉴 ESG评分结果 选取评分为BBB级以上的公司 在从中筛选40档作为成分股 而另外两档00932及00936的筛选规则 同样也都包含ESG永续发展作为标准 符合ESG的公司必须减少碳足迹 使用可持续的资源 对环境友善 所以说一边投资 还可以一边为地球永续发展尽一份力 小伙伴们 你心动了吗? 这边老牛插播一下 目前市面上有22档高股息ETF 除了到投信官网查询分别了解 老牛整理了一张高股息ETF监控表 包含22档高息ETF 基本资料 筛选规则 持股体重 还有独家的估价方式 包括便宜价、合理价、昂贵价 可以参考哦 欢迎你直接到老牛的 PlacePlay教学专栏 或者是直接搜寻 股海老牛ETF监控表就可以了 所以这四档ESG ETF都投资哪些产业? 在老牛公布解答之前 先告诉大家 有一个产业竟然同时出现在 这四档ETF的前三大产业当中 甚至还是独占牢头呢 有小伙伴们能猜到吗? 给大家三秒的时间猜猜看 老牛就不卖关折了 没错 恭喜你答对了 就是我们台湾最长产业 半导体产业 在台湾拥有最完整的上下游产业聚落 所以可以看到00878、00930、00932、00936 这四档ETF当中 半导体产业都是占比偏高的产业 分别占了两成左右 甚至还有高达三成以上的水位 果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还是非常给力的 值得一提的是 电脑与周边设备产业 同样也出现了不少次 也是许多ETF喜欢选来 当成成分股产业之一 再来就说说他们的前五大十股及权重 一眼扫过去 首先注意到的绝对是 联治三兄弟 联电、联勇、联发科 当然我们来细部拆解 可以看到00878的前五大十股 分别是联发科、联勇、日月光头控 可承及联电 00930的前五大十股 则是联发科、巨洋、晶元电子、立成 以及群光 联发科在878及930 都是占比最大的股票 而联发科、联勇以及金融股 都是老牛喜欢的投资标的 有兴趣的伙伴们 欢迎到老牛的PPA 深入查看各股分析哦 由于这四档ETF都是ESG ETF 所以会被它们纳入成分股 就代表这些企业都有符合一定的永续标准 都讲了那么多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几档ETF 到底适不适合投资呢? 老牛教过估价方式很多次了 我们可以看到00878近一年的现金股利 总共配发了1.81元 最近一次更是配息高达0.55元 预估年化配息率居然有8%左右 而00930、00932跟00936 虽然配息未满一年 不过老牛也帮你们用 最近几次的配息数据来做推算 大家可以自己练习着算看看 所以说上述的四档ESG高期ETF 在今年当中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甚至年化配息率都有8%以上 还有突破10%的天际线出现 不过老牛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 其中00930、00932、00936的配息 都尚未配满一年 目前的年化配息金额 跟年化配息率都是估算出来的 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 各位伙伴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哦 老牛帮大家整理今天影片重点 1.台股高档震荡 令许多投资人为之心碎 老牛只能说下半年个股真的不好赚 但是长期投资ETF当然没有问题 不管是定期定额或是逢低减便宜 都是可以比较安心的 2.近两年挂牌的台股ETF当中 有高达16档ETF涵盖了ESG综合主题 其中就包含了ESG加低碳主题 ESG加高股息等 显示投资人也比较喜欢投资永续经营的ESG公司 3.今天老牛花了一些时间 跟大家分享4档ESG加高股息主题的ETF 包含最热门的 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 而00930、00932及00936也有自己的支持者 希望能从中多一点面向来深入分析 当然也有分享如何计算合理的进场价格 4.近几年高股息ETF发光发热 不少伙伴们也考虑入手ETF打造自己的股息现金流 因此老牛特别为伙伴们制作了高股息ETF便宜价监控表 以利伙伴们除了能够在便宜价时多多买进之外 也能逢低买进多赚到价差 符合老牛所说的 左领股息又赚价差的投资目的 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到老牛的PlacePlace教学专栏当中 一起学习哦 台股ETF的股民人数来到近950万人 即将挑战千万大关 最夯的就是高股息ETF 就是因为有不错的配息金额 以及年化配息率数据 前面所说的ETF属于分散风险的投资标的 大盘震荡也不要怕 勇敢买进 安心报警就对啦 ETF越来越夯 老牛也想听听大家意见 你们想要听什么ETF题材呢 加1 如何买 如何卖 加2 如何组 专属 ETF 加3 新上市 ETF 加4 ETF比较分析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诉老牛哦 投资死人富有 读书死人愉悦 老牛准备了2024年最棒的礼物 股海老牛最新报警名单 欢迎伙伴们用力报警 ETF 订存股 金融股 还有成长股 老牛祝福你能 精选好股 便宜买 安心报警 稳稳赚 谢谢大家 看完影片 请你记得按赞 订阅 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股海老牛 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